中文字幕志愿者 俊好 doorby mouth 欢迎收看就是要开运 这辈子你最应该保什么险 保什么险呢 好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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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怎麼說呢 為什麼這個 這個是一個比較誇張的說法 這個到底是要負什麼錢 對我們分男生跟女生來講 如果是男生選到這張牌的話呢 你就是屬於那種 事業心非常強 然後在外面 如果女生重病 另一半的落跑機率有多高呢 你如果真的生病的話呢 他就會覺得我的人生 他從此之後彩色變黑白 他也會覺得很悶啦 所以他可能會找一些別的事情做 認識一些別的朋友 那 小溪 他認識護士 以前就是這樣啊 認識護士 認識損友這樣子 他是醫生然後就很多護士 今天要告訴你 最容易被老婆氣出病的男生星座 還要幫你分析 最近哪一方面 你會心有餘而力不足喔 節目一開始呢 還是請你所有的朋友 把你的紫薇麵盤還有心盤 全 全部部都拿給出來 因為我們在節目裡面 都要來好好的對照一下啦 好 馬上來歡迎我們 今天的兩位特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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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再壞我兒子 那規公了 那規公了 有這個兒子呢 但是呢 就讓我們更珍惜這個家 那我覺得要成為 幸福的家庭呢 最主要是身體較健康 沒錯 你想想看 到他二十歲 對 你幾歲了 我都六十幾歲了 所以你說這個健康的 這個中年的這種 一些 人家說少年為特的煩惱 我們是中年父親的煩惱 還有一些危機都已經出現了 沒錯 而且裡面呢 我剛剛有小小翻了一下 因為我覺得人的飲食非常重要 對 包括就是我們如果平常做一些運動 那是保健我們的身體健康體能 對不對 可是很多病都是從吃出來的 對 所以吃很重要 病從口入 真的 而且藥補又不如食補 健康食品才對 我覺得裡面有一個紅區 有一個最好看 是他們真人的辦話 在後半段 後面三分之一的 對… 有看到了這個 好可愛喔 可不可愛 對 這個最可愛的 就是爸爸越來越糟糕了 因為記憶力也衰退了 尿尿也不能一次尿完 分斷是尿吧 我知道你小孩 我想那個尿可以噴多餘 你知道嗎 真的為了這樣 阿嬤 阿嬤 你們這樣滴滴滴滴滴 還永遠 沒有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 在於這個健康方面 尤其是現代人 都非常的注重 當然除了大家在意自己的健康 當然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大家都很在意 我們平常有時候人 都會多多少少保一些險 對 對不對 保險其實也是在保障自己 沒錯 而且保障家人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的舒維老師 要告訴我們 這一輩子 你到底該投什麼險 該保什麼險呢 來 前一陣子的保障險 我有三十幾張保單 三十幾張保單 後來我一精算完 那個真正 公事成的只有六張而已 對 我們是用比較趣的方式 來看看你的生活 哪一個部分呢 最容易出現意外 因為呢 我們生活當中有很多面向 比方說你的錢啊 你的健康啊 你的小孩啊 你的交通啊 你的老婆啊 但是有一些地方 可會出現一些意外 是你沒有辦法掌握的 是 來看看喔 一二三四 四張牌 請平直覺選一張 來 好 來耳機哥先選一個 三還是四 三還是四 應該是三 然後又跑到四 二 那就你兩個 你會不會想一個鐘頭啊 四 四 四啊 那我選三 好 董哥選三 唐老師 二 李老師 四 那我來個一好了 好 那我們就來揭曉了 好 好 觀眾朋友 如果你跟家淨一樣 選到的是第一張的話 到底您可以 保什麼鞋呢 我們現在來看看啊 一個 獅子頭的女王 獅子頭的女王 歌劇鞋 這是獅子王嘛 獅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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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鞋了 其實選到這張牌呢 女生應該稍微好一點了 男生就要很注意了 因為這張牌呢 它是紅色跟黑色的組合 代表呢 你喔 本身脾氣就不太好 而且還特別喜歡 壓抑脾氣 真的 所以你應該要保什麼鞋 你應該要保意外鞋 我要 然後這張牌圓呢 替放你的脾氣跟你的憤怒 是很重要的喔 要不然呢 你在外頭 真的包括交通上的意外啦 跟人爭吵的意外 還真的蠻有可能會發 你說是他應該保意外鞋 還是他老公應該保意外鞋 你要為他替發意外鞋 他老公不會發生什麼被替發 要保什麼鞋呢 這什麼 這張牌喔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你看一個人啊 面對著這個千山萬水 好像一路獨行的樣子啊 嗯 千山我獨行不必享受 對 這什麼鞋 啊 這 對 這也是很準的 如果我20歲就開始保這個鞋 我現在已經是義貫富裕 賺飯了 選到這張牌呢 其實的話很多人 個人個性上本身就比較獨立 而且可能會有一點點孤僻 如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呢 你發覺他不太能夠知道 你內心世界真的在想什麼 而且溝通上不太溝通的來的話 你可能呢 你就真的沒辦法再跟他在一起 對啊 所以選到第二張牌的人呢 你就要注意說 你到底適不適合婚姻 如果說你真的要結婚的話 另外一半一定是必須要是很懂你 而且能夠跟你一起去遊山玩水 環遊四海的那種類型的人 找到了嗎 了解 當然不用 所以我抽到這張牌 我幫你們受了這個罪 真的 兩個爛的都被抽掉了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後面兩個不是更爛的 大家都很緊張 趕快來看 我們先來看這個 金哥跟這個李老師選到的 第四張牌 董哥的燒帶 這張牌呢 你看多好 這個是大天使 它都沒有成 但是它的顏色是白色跟黑色的字 這是什麼意思 你最應該幫另外一半保險 下面的白色跟黑色的組合呢 像爾金哥 我是不認識你本人 但是呢 私底下 有可能這個 都有一點點這個 比較多愁善感 其實有 有時候會比較消極 選到第四張牌的朋友呢 其實我們吸引到 我們的另外一半 往往是我們的心電感應 我們什麼樣子的頻率 吸引到什麼樣子的伴侶 你的伴侶就會比較是 情緒比較多的那種人 常常需要你去照顧他 那呢 他就因為情緒太多 所以有時候呢 就會有一些 比方說你要知道人 如果心情不太好 就比較容易生病 或者容易有小狀況 小毛病 所以啦 你就不只是要好好的照顧他 那為他買保險也是應該的 是 你買了很多的 買了很多的 加碼 你是故意的 不是 好 來 趕快看選擇三的 那我們來看 如果你跟董哥一樣 選到的是第三張牌的話 這張牌到底是什麼呢 這張牌 牌面看起來很漂亮 一個是戰士 戰士 是什麼 黑金戰士還是這個 黃金戰士 什麼險 但是這個黃金戰士 如果你選到 你應該 好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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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怎麼說呢 為什麼這個 哪個公司要在保這個錢啊 這個是一個比較誇張的說法 這個到底是要保什麼錢 這個我們分男生跟女生來講 如果是男生選到這張牌的話呢 你就是屬於那種 事業心非常強 然後在外面的疑勞過度 如果你過勞的話 不要說性功能障礙啦 可能就是連健康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如果是女生選到了這張牌呢 你的個性上喔 你可能有那種畏懼權威的問題 所以你在個性上 你是比較僵化 比較難以去表達你自己的 所以你對那種親密關係喔 會有一點害怕囉 所以這性功能障礙呢 其實就是等於是說 你其實是蠻害怕 跟伴侶之間的那種親密關係啦 那這個是需要透過溝通啊 跟協調去加以改善啊 所以以上呢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人為什麼要去保險喔 可能就是要保障一下自己啊 對不對 而且有些人是老年人喔 有時候都這樣喔 現在不知道什麼 越來越怕死耶 很怕發生什麼事耶 不曉得我們這個年輕的朋友 有沒有這樣子怕死的感覺 所以在這邊唐老師 來告訴我們到什麼星座的人呢 他來 好 我們從這個太陽跟月亮來看了喔 太陽呢是我們的性格 月亮是我們內在這個思考上面 不知不覺你就會流露出來的一些訊號 所以這兩個星如果都上榜的話 或者是一個上榜 你都會有這個不自覺的症狀就是 其實你是很擔憂死亡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到底有沒有人上榜 那爾金呢你是天秤 天秤 月亮雙子 對 月亮雙子 所以就待會看天秤雙子有沒有上榜 好 那董哥你其實是摩羯座 剛過零度 所以摩羯還有你的月亮在射手 所以看摩羯射手有沒有上榜 射魔 第三名太陽月亮如果落到了現場沒有 那就是 獅子 獅子座是屬於 平常的時候 譬如說年輕的時候 他是滿嘴不怕死的 因為他們真的身體還滿健康的 然後自己也滿有健美身材啦 所以他們根本就把這件事情當做沒有 可是這樣的人到了中年以後 他的身體會忽然垮下來 然後他就會想到年輕的時候 的確太耗損了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會想要怎麼補救他 就是前面太浪費 後面又掉太快 所以他就會開始很怕 就是說他一停下來 不保養的話 整個垮掉 對 所以那個時候你會覺得他是比較怕死的 他很願意花很多的錢 在健康方面 譬如說開始去SPA按摩啦 或開始去吃一些很昂貴的補品啦 所以你會覺得他怕死 但是他是想把年輕的時候的東西補回來 是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月亮如果落到了 現場沒有 那就是 獅子座 好 好 獅子座呢 是屬於很緊張型的 那他們呢 是屬於 就算他現在還是很年輕好了 譬如說他到四十歲 身體還是很健康 但是他就會滿口覺得 不對 四十歲一定有四十歲的身體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保養我的身體 就自己就很緊張了 很會自己嚇自己 對 然後以及呢 對 看到報章雜誌寫什麼病 他就會先懷疑我有沒有這個病 什麼血絲 好像曾經有過 就會很緊張稀稀 所以這一群人呢 他們是屬於那一種 可能身體還沒有精神性摔肉了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 太陽月亮如果落到了 董哥 你上榜了 你這月亮在太陽 射手 月亮或太陽在射手的人 是很焦慮的 那沒有事情的時候 說不定他一直忙 一直忙 他就不會想太多 但是一靜下來 他的腦子就開始胡思亂想 比如說他會就開始想說 剛剛董哥講得很對 小孩的未來 那像這個是你不能控制的 但是射手就是偏偏很愛想 所以對他來說 最好自己長命百歲 他就可以永遠的保護他身邊 所有的人 他就沒有煩惱 所以他的怕死 其實是這個 他放不下來 你真的怕死 還是說你曾經有碰過 什麼生死關頭的嗎 還是讓你覺得 那一次 讓你覺得 好像真的 太怕了 有耶 我不是前幾年 一直來往於兩岸之間嗎 就飛來飛去 也在內地做節目 那有一次就是從這個 哈爾濱 吉林 回來之後 北方 那地方是零下25度 冬天的時候 那我不覺得 我就是一直很努力的 這個工作 出外景 然後那個 奇怪那個大街上都沒有人 只有我們這個攝影班在拍 廢話零下25度 誰出來呢 真的耶 從村都覺得我們瘋了 對啊 我們要不是說有個機器 我們誰要出來 很冷 然後那個礦泉水一喝 然後一滴到衣服 就馬上結冰了 真的 然後就這樣工作很多天之後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已經燒得已經這個 在那個最後那個那個那個 威滿洲谷啊 那個溥仪皇宮的時候 已經燒得已經 發燒啊 當我搭飛機回台灣的時候 我一進到那個海關的時候 就已經是整個是 搭搭搭搭搭了 疾病管制 我燒到41度 真的 真的 剛剛進那個熱感一度 對… 對… 那我立刻就被帶到這個 檢疫中心啊 去抽血啦 然後完之後就帶到這個 隔離 去隔離 一住就是五天 然後我的太太呢 群流感 煞死 抱著小孩就只能在窗口 看著我 探監一樣啊 探監 差不多意思 差不多意思吧 就那時候心裡很痛苦 已經是多天沒看到我 我一定都在大路了 對 然後看到我的時候 又是已經病厭厭躺在那邊 然後插個點滴 我那時候看到我小孩 我太太的時候 眼淚真的都掉下來了 然後就這麼近 我想說 只要從機場 再坐個車回去 就可以抱到小孩 就可以回家的時候 這麼近的距離 我竟然要躺在這邊 而且那時候 一直不斷地照這個肺啊 或是X光啊什麼的 現在照到裡面竟然有陰影啊 什麼 他們以為是小細胞癌 還是什麼的 對… 你那時候心裡應該是 但是我真的更覺得說 那可能不是五天了 可能是 五月 只能再活五年 或是說 結果後來還好 那個陰影慢慢地消失 就不要說是因為你燒太久 發炎了 所以發炎 肺發炎 我跟你講真的有很多人 其實他自己在生病 他都不知道耶 你只想把工作做完 對 你只想把工作 那我就覺得現在的人 都是這樣子 有時候你發現了 搞不好真的來不及 所以我們今天要從我們的 紫薇命盤 大家趕快來檢視看看 就是他到底 比較容易長腫瘤的機率 比較高的人 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很重要 我們趕快來檢查一下自己 來… 大家文台設備 真的 這個題目雖然是很可怕 但是它真的是很重要 那上榜的話也不要擔心 至少你事先知道的話 有很多是可以提早預防的 那我們今天要談腫瘤的話 就要看兩個宮位 一個是命宮 一個是集二宮 所以觀眾朋友 你把這兩宮鎖定下來 我們等一下就來揭曉 到底裡面是什麼星 會讓你容易長腫瘤 好 那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就是 腫瘤體質 也就是說你本身 就是腫瘤體質 你比較容易長 這是你的命宮或集二宮 做到什麼 陀螺 陀螺 陀螺這一個星 它本身就是 腫瘤的意思 像小的時候 有很多孩子們 頭上都會生瘡 所以你看它貼的狗皮膏藥 一大堆一大堆 湊有 湊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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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還有的人身上會長肉瘤 那還有的人身上會長很多脂肪瘤 那個都是命宮或是集二宮 有陀螺在做水 沒有 可是這些呢 它還不至於是構成惡性腫瘤 它只是容易長瘤 它是良性的 那當然會長這些 畢竟它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即便它是良性瘤 你還是要注意 縣長都沒有 縣長都沒有 好 幸運都沒有 這個是最好的不要對到 好 那第一個 我們安全過關了 再來看第二個 真的沒高興 惡性腫瘤 這越來越嚴重 惡性腫瘤 惡性腫瘤 越來越嚴重了 好 這個也是 命宮跟集二宮做到了 一定要火羅加火星或是加鈴星 如果你的命宮或集二宮 是火羅加火星 那個是來得非常快 那就是一下子就爆發出來 它就好像是快鍋一樣 就出來了 猛爆性 對 猛爆性的 那麼如果它是陀螺加鈴星 你沒感覺它好像是燉鍋 悶燒鍋在那邊 悶燒悶燒 可是這也是最可怕的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什麼知覺 那也許拖了一兩年 都有可能它在那邊一直蔓延 一直渴望 可是當它整個蔓延開來的時候 那已經是蠻嚴重的 所以等於是每年的健康檢查 每一個人應該要做 對 真的要很注意這件事情 其實身體會長腫瘤或是長癌症 第一個呢 它本身就是這種體質 還有一個跟家族遺傳有關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對到這兩個 更要注意 對 然後你的家族呢 又有這樣的一個癌症 或是腫瘤的因子的話 你更不可以掉以輕輕 不管是能來個猛爆性的 或是慢過型的 這個 你總有一天要來兌現這些事情 你要調整你自己的體質 酸性體質百分之百都是 都是會產生那個癌症病發的 一個重要因素 那來看癌症因子 那沒什麼好說就是 就是癌症了 你一去檢查醫生說癌症 好 還不會不是腫瘤直接就癌症 對 你的命功或饑餓功有 記住啊 要這三個 蓮真加白虎加陀螺 因為蓮真這顆心 它本身就是 帶有癌症因子的心 那麼這兩顆呢 白虎跟陀螺呢 它就引發了這個癌症了 那還有的就是 婚女朋友會 這樣很遺憾這樣 沒有惋惜是不是 他會說 他沒有 他的命功沒有具備 可是他目前就有這樣的病在 OK 當你的大運 你走到的運 如果你的大運的命功 或是劫餓功呢 走到的話 有這些心 其實他也是有這個現象的 只是說 這個是你先天的具備 另外一個是運具備的 你如果把這個調養好 你這個運過去了 你的危險也就過去了 可是你這個危險 是跟著你一輩子的 所以恭喜大家 我們在這裡的人 都沒有上班了 好 那提供朋友當參考了 大家做參考了 那接下來我們常常講說 很多人其實喜歡生氣 這個喜歡生氣 搞不好也會有病因出現 為什麼會有這些狀況呢 搞不好是跟另外一半的相處 有些人生氣 他是悶得不講話 對 來 兄弟在 你要發出來 可是發出來怎麼辦 這個就要問一下我們的唐老師 到底像他們新作的老公呢 容易被老婆 氣出病來的 這是相處上面有問題 那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哪一些人 這也是另外一種家暴 是 對 氣出病來 氣出病來 這個一樣從老公的太陽 跟月亮來看 因為太陽 月亮 就是你這個老公的個性 那有的人呢 沒有上榜的人代表 他可能有在忍 但他忍得過去 也沒關係 這一些人是 有在忍 但是又受不了 才會悶出病來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誰 你看棒球都氣到死了 你說這個怎麼辦 好 我們來看第三名 太陽 月亮 如果落到了 董哥你又上榜了 這首座了 這是名次這個 比較後面 對 好啦 很多這首座的人呢 他是走 從老婆路線 就是既然要結婚 我就放下我浪子的心態 就是就陪你玩嘛 我們就好好的來經營這個婚姻 可是通常他的另外一半 可能是不用心的 或者可能是大條的 沒有他那麼細膩的 那因為另外一半 當初嫁給他的時候 以為他很大條 沒有想到他這麼細膩 所以反而他會用一種 比較粗魯的方式 來對待太陽月亮射手的人 所以久而久之 很多射手座 他有一點 我們沒有經營好這個婚姻的 那種挫敗感 或者緊張感 這個心病是來自於這裡 所以你如果有射手座的老公 麻煩你體恤他一下 好不好 他有時候用陽光的樣子 講一些話 可是事實上那個話 是有含義的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有體諒 真的嗎 我打電話給大嫂問問看 他正在看 好 我們看第二題 太陽月亮如果落到了 黃佳芊你老公上榜了 天蠍做了 你會拿氣死嗎 你應該把他氣到沒話講吧 沒有 我覺得天蠍 男生不管太陽月亮 脾氣都不會太好 這是一個 但是他們又覺得自己應該要對老婆溫柔一點 所以他是屬於那種 本來脾氣就已經不好了 可是又強迫自己講話要好一點 那他的包容 有時候也換來老婆皮皮的 或沒有當一回事 或老婆還是笨笨的 因為他覺得我教你 就是希望你會 如果我覺得你很笨的 學不會的 我就不教了 我已經教你了 你還不會 你是在跟我作對嗎 他每天每天累積這種壓力 一天 兩天 三天 每天都覺得你很笨 然後每天都覺得我幹嘛 我幹嘛 就這樣久而久之 他就有一些 三病 對 就有焦慮症了 所以有一天他如果去看精神科 就是我搞的 他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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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還會 所以要嗶嗶看 對啊 所以我個人認為 很多天蠍做 就是你放下就好了 他又要說教 又要自己撿起來做 又覺得不平衡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對不對 就放下不就好 對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名 好不好 第一名是太陽月亮 如果落到了 現場沒有 那就去處女座 處女座 處女座 還有一點呢 看他走不走得掉 有的處女座呢 我乾脆就不要忍耐你了 我在外面另外找一個 聽我話的也就算了 對 但是萬一他沒有這個條件 他也還蠻顧家的 那他也準備跟你 好好一生一世過下去 最後就變成他 校長肩壯中 什麼都他在做 地也他在脫 飯也他在煮 孩子也他在帶 然後事業他在做 然後他也負責接受你 他變萬能 你變無能 所以久而久之 他不是氣出病 他是被淚出病來了 所以你們這些老公呢 如果拿不出辦法 麻煩就好好的相處 然後跟也放過自己 好不好 不要讓自己跟著受累 對啊 又累然後又生病 你生氣他也都不知道 那更氣 那幹嘛要氣 我覺得應該是很多 被老公氣出病的 不少 對啊 真的 對 被老公氣出病老公應該會更多一點 那個更多 更多 因為男人情緒是比較容易發出來的 沒錯 女生這樣傳統裡面 就是比較忍氣吞聲的 對 而且我發現女人的愛是很 很多的 很多的 她是很認定就是這樣子的 非常非常 就是不管你怎麼樣 你變成什麼樣 她都愛你 我覺得我們兩個真的是 這個 娶對了一個好太太 我覺得這比做 做對了一個好節目還重要 你說節目開開聽聽 就算再好 她總有停了一天 沒錯 今天娶對好太太呢 她要陪你走的不是十年 一輩子 不是二十年 可能是一輩子 所以我覺得選對一個好的女人 真的 那將是你最好的一個投資 甚至你要把所有的製作 你的這個付出 你的能力放在她身上 真的 所以你看我們在結婚的時候 大家要開始想一下 你們結婚的時候的誓言是什麼 對 不管貧富貴賤 身體健康 對 不管你發生什麼事 我們對你永遠就是不離不棄 大家現在想一想 其實這個是 這個說得很容易 做到很難 很難 所以其實為什麼難呢 因為真的我們就講 久病無孝子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 樹薇老師要告訴我們 如果你身重 這個壞消息 為什麼要交給我來宣布 對啊 你想想看喔 如果說你真的又老又病 就已經有夠慘了 你的另外一半又跑了 那個真的是一個 多淒慘的情況 非常 所以呢 最好你就是不要生病啦 不過我們還是來看看 你的另外一半到底 對你的心有多真呢 對 這裡有1 2 3 4 4張牌 拼直覺選一張 來 好 來 董哥 此刻好像任何直覺 我覺得都很危險 對 因為這都不敢選 1 1 OK 好 二斤哥 我剛剛有是1 然後1 2在選 我也選1好了 1好 OK 好 沒事做未來戲 OK 應該算4啊 戲啊 想必我最輕鬆了 3 3 OK 李老師 2 2 那我來個4 出口妳跟家添一樣呢 就是如果你生重病的話 你的另外一半到底會不會落跑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告訴你 對 最重要的是錢壁國王耶 錢壁國王那指數有多高呢 指數 百分之五十啦 還算會對你負責任 基本上呢 這個錢壁國王 他是非常負責任的一個人 那所以呢 他覺得該他做的 他就不會馬虎 如果你真的生病了 他也覺得他應該要照顧你啦 但是呢 你要注意到 因為錢壁國王 他是比較務實的 所以呢 你會發覺他在照顧妳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讓妳感覺到說 你是他的負擔 對 他沒有辦法很溫柔地來對待妳 他會讓妳知道說 他就是很務實地在處理妳的疾病 所以妳有時候心裡面會有一點小受傷 就說趕快吃啊 你看妳就是這樣生病啊 我這樣每天這樣等妳這樣吃 對不對 妳還是要吃啊 妳不吃了妳這樣吃 妳不吃了妳這樣吃 妳不吃多久啊 妳們好好好看她去吃 看她就是妳生病 對 妳趕快好起來 這樣講生吃也很不舒服 是的 如果你跟唐老師一樣選到的是第三章的話 那妳的情況是怎麼樣 妳的另外一半會落 你光看這一張法 她不在外的 就已經背對妳望向遠方了耶 這個指數呢 百分之七十 還真的蠻沒壓力的 三星二 對啊 這個人還沒跑 誰誰誰誰三星二宜 是我嗎 妳的另外一半三星二 對啊 蠻沒壓力的 就她人還在家裡 但是她的心已經跑走了 太過分了喔 如果你選到這張牌的話呢 妳也不能夠怪妳的另外一半 妳的另外一半她本身可能就是 屬於那種比較愛玩一點的啦 她喜歡生活呢很輕鬆很愉快 所以妳如果真的生病的話呢 她就會覺得我的人生 從此之後彩色變黑白 她也會覺得很悶啦 所以她可能會找一些別的事情做 認識一些別的朋友 那 妳小心她認識護士 以前就是這樣啊 認識護士認識損友這樣子 她是醫生然後就很多護士這樣 喔 所以妳的另外一半她可能呢 就是會心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OK 好 如果妳跟李老師一樣選到的是 第二張牌的話呢 我們來看喔 妳的另外一半落跑的機率有多高呢 這張牌呢是女皇耶 妳看不會啦 不會啦 女皇是媽媽耶 媽媽她反而是 只有20%啦 她對妳呢 絕對是 百分之百的犧牲跟奉獻 我們不要往下看 對 這個呢 下一集再看好了好不好 下一集 我們先走 下一集來賓反而可以 我們買 等一下 她笑嗎 我剛剛那個 下個來賓來了啦 對 搞不好是零啊 妳給他們承受好了 對不對 對 那妳如果跟董哥跟爾金哥 選到的是第一張的話 妳的另外一半落跑的機率有多高呢 這張牌呢 有一點玄機 有一點妙 一個人呢 看起來一副很愁苦的樣子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杯子 那個杯子代表她的幻想 那落跑的機率高達 百分之九十九 是嗎 這張牌呢 就是代表說 妳還沒生命之前 妳是家庭的經濟的重擔 當妳突然之間倒下來的時候 她會想 那我現在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所以呢 她就算人沒有落跑 她也完全都沒有辦法 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妳長期以來 妳把它照顧得太好了 所以說呢 妳除了要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之外呢 有一些事情 妳應該要怎麼樣處理 怎麼樣應變 一些雨天備安 然後保險 然後讓她無後顧之憂 這些事情 妳一定要做得非常非常的完善 那這樣子呢 才能夠讓妳們 真的出現一些狀況的時候呢 不會真的就是大難來時 對 對 對 以上給大家參考一下 祝福這一件事情 永遠都不會在妳們身上發生 一定不會 一定不會 好玩 好玩 不要擔心 基本上覺得這一集 他們走完以後 不生病應該都生病了 我們下一題是什麼 下一題是什麼 下一題是什麼 有話要說出來 不說會生病 會得心病是什麼星座 來來來看下來了 氣息很不消 我反正在提醒他們 你如果很有生心意 下半年生一下 那感覺 不是啦 應該說提醒你 千萬不要折磨自己 好不好 因為你可能有多憂慮的傾向 是 好 那我們來看上升跟太陽星座 OK 好 因為上升星座也跟運勢有關 對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董哥呢 是摩羯座 上升在金牛座 所以看摩羯 金牛 金牛 耳鯨呢 你是上升太陽 我不會打同關吧 你是上升太陽 你是上升太陽都在天秤 都天秤 因為我很多都天秤 對 好 第三名太陽 上升如果落到了 雲子 雲子的話 注意一下會得心病 好不好 對 我覺得主要是他的狀況不佳 那他自己心裡就會比較沒有自信一點 那工作上也出問題 可能婚姻上他自己覺得自己可能沒有辦法掌握 所以很多事情他會疑神疑鬼啦 或者是開始很想問東問西 那問東問西之後 可能他的態度是比較兇一點 或者是直一點 沒有像以前那麼的有心思去 把那個狀況圓容一點 那另外一半的反應很可能就是 你怎麼會這樣 那他又會開始因為你的反應而想太多 所以這個是有點惡性循環啦 你連一開始都不要讓他懷疑 你就是按捺他 讓他完全的放心 可能他就不會有這個更過度的一個狀況出現了 沒錯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喔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還好啦 這是劉佩老師的射手座 到了 射手座我覺得問題是這樣 他們外表看起來都好好的 可是只有射手座心裡知道 他是沒有底的 他的心裡是不踏實的 錢不夠就對了 錢夠就不會 有沒安全感 有誰會嫌 錢不夠 越多越沒安全感 對 錢多並沒有幫助到射手座 真的嗎 許淳美就射手座 對啊 會長得正常的來底 沒有 他是很奇怪的 就是你會發現他的焦慮 不會因為他有錢而減低 對 這個 所以主要是他沒底啦 所以他心裡很容易生病 你安慰他都沒有用 對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喔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舒緯老師跟董哥上榜了 走 摩羯座 又中獎了 打中關 前面打 前面打 三關都中 我覺得射手座是因為他自己很擔心 那摩羯座是真的有事情來折磨他 比如說收入的增加減少 他很有感覺 或者是他為了一個長期的計畫 可能最近要忍耐一些什麼 那要經營一些什麼 那個是先付出的 他已經在承受這個壓力 所以當然他會每一天都活在 比較很實際的恐懼裡 因為沒有就是沒有嘛 你要騙自己有也沒有辦法 他們也很務實 所以太陽上升落在這三個星座 都是下半年比較容易有心病的喔 自己擔心一下 OK 好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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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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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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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接下來也不知道有你嗎 所以在這邊就一直在P老師啊 從我們的色彩域經 又可以一直繞說 最近我們在哪一方面 心有餘地不足這個小星有未在 我沒有要收你了 而且 色護線 而且 一直都很恐怖 對啊 那像第一張呢 那是黃色配綠色 第二張呢是紅色配土黃色 第三張呢是白色配淺紫色 第四張呢是淺綠配銀色 每一張都會告訴你們 你是在哪一方面 你心有餘而力不足 觀眾朋友你也選三 來 好來 金 金哥來選一個 我選二 二 董哥呢 其實我本來也要選二 真的嗎 可是我剛剛被你這個代曬的影響 你怎樣 代曬 你一定要跳脫出來 我會選 四 四 OK 那湯老師 三 我也選三 數位老師也三 好那我來個一好了 好我們先看加千的好了 好 觀眾朋友如果呢 你跟加千一樣選到是一的話 最近哪是哪一方面會 心有餘而力不足 好 這個叫做 折風大過 折風大過 金錢上面 可能你的開支會比較大 對 真的嗎 像有的人家裡 裝潢 裝潢嗎 加千還OK啦 他還要再賺錢呢 你在瑞士有丈夫嗎 好 觀眾朋友如果說這個的話就是 現在不景氣啊 收入有限 可是你的開支呢 並沒有因此而減少 相反的 可能小孩子要讀書了 等等所有的都來了 讓你真的是疲於分泌 想想真的是不知道 好像就是那個能力就是這個樣子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來增加自己的錢 所以是在金錢上面的 心有餘而力不足 是 好 來 我們再來看唐老師跟書偉的 他們選到的是三號 最近是在哪一方面心有餘而力不足 是 好 這個叫做 是什麼 炒飯上面 堅設服務 是不是 還好社會線有救 因為我們是工作狂 那觀眾朋友如果 你選到這個的話 最近就是在炒飯上面 你心有旁入 或是你白天的 體能實在是太累了 晚上還要再來盡這個責任 就讓你覺得好累喔 那個樂趣已經不是樂趣了 反而變成一種負擔了 所以另外一半體諒 好 我們再來看第二張好了 第二張是耳精選的 來 觀眾朋友跟耳精一樣 對 到底是哪裡 會有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個叫做 好 這個是 戀愛不順 好 那對於婚的人不是 沒有 最近有沒有跟就是 婚姻上 溝通 家裡面的溝通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溝通是嗎 對 那像其他沒有結婚的 那可能就是 最近在感情上 碰到一些挫折了 那溝通了 變成一個單方面的 不是雙方的 所以讓你會有這種情緒 要注意 對 好 我們看最後一個 是小董炫的 董哥 是什麼呢 哪一方面 雷天大壯 下壯 工作上面 真的 真的 動作量太大了 太大 太紅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很累 有的人越累 他越睡不著覺 可是白天工作的時候 他拼命的打瞌睡 你真的讓他好好在家休息 對 他的腦筋一直一直的是在賺的 所以所謂的工作負荷 其實是跟心力有關的 是 那這個呢 只有靠自己去紓壓囉 因為你不可能放下這些工作的 沒錯 好 那這四張牌 給觀眾朋友做一個參考 有些人真的是忙於工作 可是他一旦閒下來 他就會生病 沒錯 你以為接下來這一題是好的嗎 沒有喔 接下來唐老師要告訴我們 心錯的人 他一旦閒下來 就會生病 唉唷 老陸命就對了 對 我們說的已經不是心病了 我們說的就是他身體的病 對 好 所以要當心喔 如果你有這個上榜的話 要自己小心 我們用太陽月亮來看 是 因為太陽呢 是你的這個外在外顯的性格 你一定很快就生病 給人家看 那月亮呢 你可能還不要到事情發生 你已經病得不得了 因為你已經擔憂了 沒錯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兩位太陽月亮就是跟第一題一樣 是 董哥 你是摩羯射手 你是天秤雙子 天秤雙子 好 我們來看其他人有上榜 我就告訴大家囉 好 第三名太陽月亮 如果落到了 又有 對 你看真的很不浪耶 對 還有剛前面的 這工作褲都這樣褲大 對 這個閒下還會生病 真的 你真的不能耶 你看 怎麼樣都不行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真的是會心力交瘋的 又不能有工作 又不能沒工作 對 怎麼辦 工作太多也受不了 工作太少也受不了 也受不了 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會覺得很多射手座 他就開始神經質了 他怕他自己的位子被取代了 他怕他再回到社會 可能人家已經不接受他了 他會退步 他會跟不上腳步 然後他就開始無限的想像 所以通常他們寧可就是 如果我還能負荷 譬如說我只是精神狀況 不計 但我還能負荷 他就把它撐下來 還能做就繼續做 常常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們是屬於那種 不病則已 一病是大病的 因為都撐到最後了 所以上次你看 就是一病就大病 對 那就是身體的警訊 所以才要告訴我們說 一定要每一年 都要做健康健康 沒錯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太陽月亮如果落到了 現場沒有 那就是 處女座 所以乃哥也填不下來 真的 好 處女座自己愛做 他不做 或他閒下來 他會覺得自己沒有存在感 因為他們喜歡透過這個 去親手執行每一件事情的過程當中 覺得自己是有用的 對 覺得自己正在建造一些東西 他的生命沒有浪費 他的時間沒有浪費 你叫一個攝影師 坐在那邊看電視 他就算看電視 他也要做按摩椅 或者是一邊做一邊拖地 是 他不能只做一件事 只做一件事 他會覺得我的時間是不夠用的 所以這些人一閒下來 他就覺得自己是廢物 對 他沒有辦法享受人家幫他服務 比如說你幫他按摩 你以為他會開心 錯 他幫你按摩他比較開心 對 他才有運動到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處女座就是盡量養生 然後讓自己活很久 然後動很久 然後也能活得很好 這樣比較好 否則的話一閒下來真的是 會讓他們很緊張 覺得自己沒有存在感 就只剩下撈刀的一張嘴 沒錯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太陽 月亮 如果落到了 董哥 你又上榜的話 摩羯座 這幾個兩個 好恐怖 你不是也是摩羯座的嗎 你幹嘛拉一個墊背 我怎麼拉一個墊 怎麼拉一個墊 真的 真的 那我覺得摩羯座不是 他覺得不會 他覺得自己可以休息 我非常期待有度假的感覺 我很期待去什麼陽光沙灘 我告訴你 他到陽光沙灘 他就第二天就開始想念他的工作了 是這樣嗎 他就開始想念 你還這樣嗎 東哥 你會這樣嗎 我第二天就把手機給打開了 不可以打開 就是閒不住 偷偷地看 到底還有哪些 哪些還在找我 他需要時間表 排滿滿的感覺 對 然後有得抱怨 他抱怨說我怎麼這麼累 比抱怨說 我怎麼都沒有休假來得好 因為他覺得 如果很多工作都排滿滿 代表他的生命是在進步的 然後他的生活是有秩序的 如果你一旦讓他閒下來 他會有一種失序的失落感 然後第二個呢 也許他心裡以為是 終於放假了 我累死了 我已經連續累了一個月了 可是我告訴你 你讓他休息第二天 他就病倒了 然後呢 就病到剛好開始上班 他病就好了 然後久了以後 人家就會跟他講說 你乾脆不要休假好了 你休假就是用來生病 那其實這也是摩羯座自己的調節機能 沒錯 因為他前面都沒有休息 所以身體會在假日的時候 強迫他休息 不然他又會把假日當工作 譬如說他會想陪家人去做什麼 身體已經不行了 還是陪 還是跟你去把他當工作一樣做完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不如 就讓他一直忙工作算了 整個 對 忙你身邊好了 怎麼有這麼健心做的 很健心 而且很容易悲觀 就一直在那邊想動想吸 所以還是不要讓他嫌比較好 太太陽 月亮 這三個星座 自己當心喔 先下來會成定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裡面 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你看健康有多重要 不是光提醒我 當然不是提醒我 其實有這樣的情況的很多 很多 所以節目最後有兩件好消息 要告訴大家 第一件事情 來 董哥 要不要把你的新書 介紹給大家最後 對 大家如果不嫌棄的話 可以去買這本 居家健康視點和我的幸福家 是 那健康真的是很重要的 而且也千萬不要去推脫 找藉口 沒錯 從現在就開始做 Never too late 沒錯 健康治療啦 不要說什麼老兒才來吃補 老兒才來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從現在開始 人的其實很多的更年期 很多的這種新陳代謝 很多的內分泌 都已經比提 因為我們現在人都早熟 沒錯 所以就也會比較早凋零 所以要及早做好 你準備 除了工作 對 健康也非常重要 當然休閒也很重要 對 怎麼去休閒呢 來 可以去看舞台劇 對 這張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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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有你嗎 有嗎 這個是國兄老師最新劇作 這個第38回的作品 屏風表演班的 叫做六億幫 六億幫 好不好 謝謝所有的朋友 今天再次謝謝兩位來到我們的節目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老師 最新劇作 拜拜 他非常節儉 比如說我多吃這個東西 多花了50塊 他會覺得說 你多走兩步入少花50塊錢 你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所以你知道 艾伯特回美國的時候 我在台灣 就是叫那個 對啊 真的不對 那水蜜蜜蜜 沒有 我絕對不會跟他說的 絕對